关于汉昭帝刘福玲的死因历来众说纷纭 有病死说 有霍光害死说 正史上的解释是正常病死 中年21岁 在位13年 也史上多传是被霍光害死的 是说汉昭帝刘福玲已经长大 想独揽朝政 霍光害怕失去权力 便暗中加害致病而死 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 但我侧重于刘福玲 是在心理上长期受到压抑 导致精神压力得不到释放 甚至长期生活在对霍光的恐惧中 而且从小参与紧张的权力斗争 从而产生疾病 不治而亡 汉昭帝刘福玲 是西汉的第八位皇帝 汉武帝刘彻第六个儿子 也是最小的儿子 按理来说 皇位继承原本与刘福玲没什么关系 可是由于前几位皇子 不是有谋权篡位的嫌疑 被汉武帝处死 就是吃喝玩乐 没有一点帝王的样子 因此汉武帝将目光放在了勺子的身上 然而 他的一生被束缚在傀儡皇帝的角色中 无法展现他作为帝王的才干 他在八岁登基 二十一岁离世 如果上天再给予他十年的时间 也许他能够战胜霍光的掌控 开创大汉朝的盛世 也许他能够实现自己的报复 他的一生充满了艰辛 更充满了无奈 他就是中国历史上西汉王朝第八位皇帝 汉朝帝刘复林 刘复林从小体格见状 聪明伶俐 为了防止主少母状 汉武帝将准备立小儿子为太子时 就将刘复林的生母赐死了 即使刘复林的母亲赵婕渝 是为其女子 非常得汉武帝的喜欢 可是为了国家大事 死一个女子并不算什么 汉朝帝刘复林 是西汉时期的一位年轻皇帝 在他执政期间面临了许多政治挑战和困境 有些人认为他是傀儡皇帝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有能力的统治者 与此同时 他突然驾崩 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和猜测 刘复林是汉武帝最年幼的儿子 在汉武帝晚年发生巫骨之祸后 太子留居自杀 而刘复林作为幼子被立为太子 汉武帝去世后 刘复林顺利继位成为皇帝 汉朝帝刘复林在八岁登基时 面临着冰冷的皇位 他的年龄只适合在母亲的怀抱中撒娇 然而他却不得不坐上冰冷的龙椅 听取大臣们向他汇报国家事务 年幼的汉朝帝刘复林无法亲自处理政务 因此朝廷的实权掌握在霍光等大臣手中 汉朝帝刘复林登基初期 霍光并不是独揽大权 他仅是汉武帝刘彻留下的四位辅政大臣之一 所有重要的国家事务 都需要听从三位顾命大臣的建议 尽管汉朝帝刘复林享有九五之尊的尊号 但实际上他只是一个傀儡皇帝 而且他在这个傀儡的位置上 坐了整整十三年 如果汉武帝刘彻知道他的安排会变成这样 肯定会掀棺材版的 今日帝去世后 剩下的三位辅政大臣开始争斗 赏关节和桑红阳为了争夺更大的权力 秘密与汉朝帝的哥哥燕腊王刘弹勾结 试图用刘弹替代汉朝帝 在自身地位受到威胁时 汉朝帝果断行动 与霍光结成政治联盟 成功打倒了上官杰和桑红阳 从此霍光成为唯一的辅政大臣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 汉朝帝并不是完全被动的 他也积极参与其中 没有汉朝帝的合作 霍光想要击败上官杰和桑红阳 将会更加困难 换句话说 汉朝帝虽然受到霍光的制约 但并非完全成为傀儡 他在现实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霍光是与霍去并同父异母的弟弟 众所周知 霍去并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抗凶将领 由于汉朝帝年幼 要想稳定并胜任帝王的角色 必须得到年长众臣的支持和辅佐 正如俗话所说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这是很有道理的 尤其对于一个帝王来说 处理朝政大事 治理国家 没有众臣是不可能的 而霍光就是其中之一位众臣 霍光深受儒学思想的影响 品性端正严谨 严刑举止都遵循礼法规范 无论在施政还是选拔人才方面 他始终以公义为出发点 因此 在他执政期间 政治清明 国家繁荣 人民安居乐业 忠诚正直的优秀官员们 围绕在霍光身边 为朝廷服务 霍光不为舆论压力 感冒自己生名狼藉的风险 甚至采取废除皇帝的重大举措 可见他对汉朝的忠诚 作为接受托过的大臣 霍光拥有巨大的权力 后来 他与上官节产生矛盾 将上官一家消除 权力达到巅峰 他的孙女上官皇后是刘复玲的妻子 因此他们是一家人 作为辅政大臣和孙女的爷爷 霍光获得了汉昭帝的高度信任 地位高于万人之上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汉昭帝逐渐展现出他的聪明才智和政治才能 他尊敬儒学 任用贤能 提倡节俭 并实施了一些有益于国家发展的政策 他还通过知识农业 减轻赋税 提高军队战斗力等措施 使国家更加强大繁荣 此外 他成功平定了内乱和外患 稳定了政治局势 因此一些历史学家认为 汉昭帝是一位优秀的统治者 他的治国策略和才能使 西汉王朝得以延续并发展壮大 然而 也有一些人持不同意见 他们认为 汉昭帝在位期间虽然有所作为 但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决策者 他们认为 他在政务上依赖了一些众臣的辅佐 没有完全掌握大权 根据史书记载 汉昭帝在某天晚上突然去世 但并未明确说明死因 因此 人们对于他的死因有多种猜测和推测 一些人认为他可能是因为家族遗传疾病 或其他健康问题而去世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他可能是自然死亡 然而 这些说法都没有确凿的证据来支持 汉昭帝去世后 霍光扶持了汉武帝的孙子刘鹤继位 刘鹤并不是幼童 年龄也不小 刘鹤表现不佳 被废除了皇位 但霍光并没有加害于他 这显示了他的忠诚和卫国家着想 通常情况下 被废除的皇帝往往会面临死亡的结局 但刘鹤成为了一个罕见的例外 接着 霍光扶持了刘巡登基 刘巡虽然是汉昭帝的孙子辈分 但年龄比汉昭帝小几岁而已 他经历了社会的考验 有丰富的阅历 实际上更难以控制 如果霍光有私心 他肯定不会选择这样一个人作为皇帝 而是会从汉武帝的孙子 或崇孙辈中挑选一个年幼的继承人 总的来说 汉昭帝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 尽管他在位期间有所建树 但人们对他的地位和影响还存在争议 对于他去世的原因 也引发了各种猜测和推测 然而由于时间的长远和缺乏确凿证据的支持 我们无法得出最终结论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汉昭帝是一位具有才干和潜力的皇帝 他在位期间实施了一些有益国家发展的政策 尽管他面临着许多政治挑战和困难 但他努力维持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然而 由于历史记载的局限性和缺乏确凿证据的支持 我们无法确定他的确切地位 影响以及去世原因